主料,干黑木耳,25克,粉条200克,辅量,油,大葱,姜,鸡粉,将油烧热放葱花,将炝锅,将泡拔的木耳放入锅中翻炒几下,一个人口味可放少量酱油,料酒我没饱,加适量水,将锅盖盖慢5分钟,将粉条放入锅中,翻炒几下,若锅中糖度可盖盖慢2-3分钟,加鸡粉调味, 出锅装盘上桌开吃,为了点炖可放少取绿葱叶,烹饪技巧,炒木耳时,最好放点肉,炒出来的烂会更香,记得干木耳一定要事先泡发,粉条一定要事先泡软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